PASSIONTIMES.HK 听歌啦! Hello! 欢迎回来《匹拍乐坛》的时间 我是Joey 首先,多谢大家的课金 不过还是要稍后再说 因为今天的题目 好像有点长 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说一个题目 但因为这个星期又有点是非 所以我又想分享一下 搞到... 没什么时间了 我本来今天只是想说 ERROR 刚刚这个星期一开始新开的 这个团中 叫做ERROR 死脚膠 千万巨蛋自作梦 是一个去日本的外景节目 但是... 在说之前 就要说了 因为今个星期有一个 新的 是非 就是这个ERROR 是非 就是... 因为... 是非 这个JFYT 其实... 我是不懂的 sorry 就是... 我后面先发现 原来是这个 YOUTUBE 频道 这个JFFT 和周恩婷的 组合 周恩婷我是懂的 小听她的歌 不过都觉得OK 但是JFYT的歌 我就没听过 还有这个JFFT 我也是没看过 他们的YOUTUBE 就是离新先 我唯一会认知 这个JFFT藏歌 就是因为... 之前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 因为... 他是YOUTUBE 然后... 他是... 学校社工 然后... 学校社工 不... 学校就... 不... 学校就... 不接受 然后... 联署就离开了他 但是... 我一直没有留意这个YOUTUBE 那... 为什么会突然说 这个YOUTUBE 就是因为他开Live 然后... 他开Live 应该是拉票的 因为... 他进入了... 这个... 组合的五强 那... 今年也有点点驚奇 那个组合的五强 是没有... LOLI TALK Whom I do not like anyway 那... 其实... 组合都... 断鼓应该都是MIRROR LAW 要讲最喜爱 最喜爱的是... 就是投票 就是... 斗人强马壮 那... 另外... 那些人经常搞不清那个... 有个... 有个入场投票 那个... 是我最喜爱歌曲 就不是我最喜爱歌手 或者组合那些 那... 我最喜爱歌曲 就... 经常都是姜桃拿 因为姜桃就... 很有能力地拿到很多票 那... 这个不重要 但anyway... 这个JFYT的床哥 他就开了一个Live 接着就... 拉票 那... 那... 而且他没有看完全段 但总之他开Live 接着就叫人投票给他 接着呢... 因为呢... 今年的男... 男... 男歌手的... 的... 五强就没有了 就是... 平时呢... 好像往年都是张景軒 斗MIRROR四子 那... 今年呢... 变成了... 周恩婷入了五强 接着就... Edan就... 踢出了五强 接着呢... 他就... 开Live 接着就抽水了 接着就... 他就... 懒得是好地说... 哇... Edan流失的那些粉丝 其实可以... 投入... 投票给我们 因为Edan... 接着...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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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帮他拉票 但他自己就... 风流快活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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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和林明禁拍拖 这样... 接着他就... 他就... 说... 你... 如果投给我们 你就不怕啊... 因为我们... 各个成员都是有女朋友啊... 结了一分... 那我们就... 那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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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在那... 那... 类似的那些粉丝 他們去拉票,但Edan走去風流快活,粉絲就不開心 其實很多爵士都是很生氣的 因為很多粉絲根本就... 你要說脫粉那些,其實在第一傳Edan說溝林明禎的時候 要脫粉那些都脫了,其實現在剩下來沒有脫粉那些粉絲 但之前也說過,其實脫粉那些是戀愛粉,又是CP粉 其實一些堅實的爵士就不會介意Edan在公余時間去溝女 而且這女生也不是大家討厭 例如林明禎,我覺得是光宗耀 我個人來說,我不相信那些爵士會這樣 而且我之前也說過,因為我曾幾何時做那個外面有喪屍的介頭宣傳的時候 其實我也遇過很多,因為那天也是一些爵士和MIRROR另一個成員 有人在街上,我忘了是派東西還是什麼 但我印象中,脫粉全部都是很友善的人 反而另外的粉絲就輕輕沒有那麼友善 我經常覺得你喜歡那個偶像下面的粉絲也會有一種像偶像的質地 所以那個爵士都是比較看得開的人 我明白那個藏哥的這些秋水,薄鹽上伎兩 但就很嚇人憎 然後當然MIRROR粉絲就生氣了 但在一生氣的時候,說他有沒有搞錯 不敢抽水等等 然後就被對方又或者反鏡的人說有鏡安法 然後那個藏哥呢 之後就類似出了一個冷氣道歉的帖子 但其實也是抽水是抽姜濤的帖子 因為姜濤就在Threads那裡有個帖子 有人剪了藏哥說Edan那一段出來 然後姜濤在下面就打了兩隻節奏母品 然後那個藏哥就出了一個冷氣道歉的故事 但是呢就抄回姜濤很久之前的一個 都是一個類似道歉的故事 那次就是說他不小心按錯了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的手指肥 然後這個藏哥大家都其實就算姜濤也未必記得這個故事 但有藏哥就要用這個故事的形式 然後就說因為我沒有品 就是欠缺品 就是什麼東西像這樣 然後又在那裡說 都是說笑而已 然後又在那裡對街 就在那裡說有言論自由啊 說笑啊 喂 如果是這樣的 其實鏡粉也有個言論自由 去罵你回頭吧 那 anyway 那第二天就有 因為有記者會 然後當然記者就會問 其實姜濤是很一反常 因為平時那些訪問的時候 姜濤通常都縮在一邊 不是很想回答問題的那些 但是姜濤這次呢 就是很正面回應 那他就說說 就是類似 就是大家都是公眾人 就是知道自己說的言行是會有些 會對於其他人造成一些不良的影響 那如果這是拉票的方式 他就不認同這個拉票方式 然後他就說 如果他可以再改個 即是出過那個Postbook 回到之前那晚的話 他就可能會用一個 溫和一點的方式去說 而不是說沒有品 那樣 他也有提起過 因為他自己也試過 的確他自己也試過 犯這些錯誤 即是被人罵的時候 他有公信別人 那他自己也 都得到這個教訓 所以他就 說不認同 別人的這個做法 拉票的這個做法 也都說大家公眾人物 大家同行 就張心比己 他這番說話 其實一方面 就令到很多 其實 例如 爵士 他們本來 即是 你投票最拉尾的階段 不強 其實你是有得選 投還是不投 這樣 即是你可以投一個團 但不需要投一個歌手 其實以我所見到 幾多不是姜濤的人 因為姜濤這番說話 可能一些其他的團粉 即MIRROR的團粉 就決定了投他 但也都有人提起他 是否 即是他講這些事情 是否想拉票 這樣 然後又說回他之前的事情 因為他不是很圓 即姜濤就不是很圓滑的一個人 他比較單純 Edan自己就比較 即是好像很大方 人家也是開玩笑 沒有惡意 即是被下台加 人家也是比較大方 然後人家 即是JFFT那邊 就說 之後都可以聘請他們上來節目 這個就是大家都 即是鏡粉都幾反對的一件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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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抽水 他攻擊 他誣衊的 不只是 Edan 即是不只是藝人本身 亦都是 你誣衊了粉絲 那些粉絲是生氣的嗎 即是 即是 Beef是Between JFFT和 爵士 不只是JFFT和Edan之間 那樣 似乎 其實那晚 即是 床哥那個Live那晚 周恩婷是有Message Edan 去說不好意思 其實也有些 周恩婷的粉絲 是 覺得JFFT 這個做法不好 這樣 覺得好像認衰了 周恩婷那樣 因為 我看到周恩婷 因為他的粉絲 也有在群組裡 那裡 不是 有在Threads那裡 發出 周恩婷在群組裡 那裡說的 跟粉絲說 Stay Classy 不要投入這些 麻箭 所以 我也偏向相信 床哥那件事 周恩婷是 不是承認的 總之 是的 其實 你抽水還抽水 你有抽得 好看的水 還有抽得 會激怒人的水 當然 我明白 床哥那件事 他當然是 希望 拉一些票 他未必是 只是想拉自己 粉絲的票 他也是 想拉一些 反鏡的票 這樣 但是 就看起來有點肉酸 你抽水還抽水 有惡意 還是沒有惡意 其實大家的感受 大家會 例如 之前曾幾何時 MC Soho 和 許賢 我忘記了他們的組合叫什麼 抱歉 Anson仔 總之 他們兩個 之前出的那首 Black Mirror 其實大家都 大家都 都是 鏡粉是不介意的 大家都是一起笑 大家甚至是會喜歡那首歌 你抽水又抽得好看 還有我抽水又抽得不好看 還有黑不黑人真 而且我覺得 你對方 對家 在說我對家也有言論自由 那OK 你有你開玩笑的自由 那 鏡粉也有鏡粉生氣的自由 你 你說 大陸 經常在說什麼 鏡案法 說真的 你自己的偶像 被人攻擊的時候 那你不反擊 算什麼是粉絲 難道你要那個偶像自己去反擊 你要偶像自己投入那個黎章摔角 這個是 你作為粉絲有一個責任 就是維護你的偶像 雖然 雖然 你在說什麼言論自由 那你不要 OK 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你不要跟著說 我講笑而已 你們這麼小器 很討厭 很小學雞 那你就 承認你是抽水 那 你覺得 真的講笑 那 你也不需要 跟Edan道歉 說真的 當然 我都經常 經常 我都說了 鏡粉每一次團結 都是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某程度 所體化了 就是 我經常覺得鏡粉應該要團結 但是 我發現了 這是世界不變的定律 當然 你聚集到一定人數的一個群組的時候 無論你是什麼東西的群組 甚至是一個國家也好 只要你 人夠多的時候 在一個和平的時代 就會有內鬥 然後 到了 有些叫做外敵的時候 大家才會團結去對抗外敵 所以 這是世界不變的定律 所以其實我是 嗯 嗯 嗯 我已經接受了 鏡粉 在這個和平時代 就會 內部屌來屌去這件事 但是 到了真的大事的時候 大家會團結 對抗外敵 這樣 就是這樣 哇 我竟然說這個小是非 說了三個字 但我真的要說 這個ERROR的節目 其實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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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星期六的時候 雖然它也是昨天才開始有廣傳 ERROR是有說 叫大家 他們入到五強已經高興了 叫大家的票都是集中票員 投給MIRROR 其實 ERROR和ERROR 真的是一家人 十六個人 他們都是第一屆的全民造星出身 感情真的非常好 但無論如何 就說一下這個 ERROR的節目 這個名字很長 ERROR 死腳加千萬巨蛋自作夢 但是 都是在說這個節目之前 我想說 因為上星期 同樣時間 晚上十點半 剛剛播完 就是一個 節目 也是一個 旅遊節目 這裏住下 那裏住下 就是蒙家衛 Dee姐 Isabella 以及 保錡 三個人主持 之前 保錡就被人吵到爆 就說他 性騷擾 那樣 其實我看那個節目 就覺得保錡 是真的OK 煩交一下 但是煩交還煩交 我又未至於覺得他性騷擾 而且那個節目如果是沒有了保錡的話 就會變成Viu千千萬萬個悶到哭的 旅遊節目 雖然我都很喜歡Dee姐 但是 阿Dee姐和 蒙家衛 都是一些斯文的人 我想說Viu其實做很多很多很多旅遊節目 而八成 是 悶到抽筋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主持人不有趣 通常都是出在主持人不有趣的那方面 那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節目 即是那裏住下那裏住下 他就是叫做中和那個悶 即是他煩交得來 但是我覺得他為這個節目帶來了一些化學作用 而且令到這個節目沒有那麼悶 而且我也相信很多人 可能本來不知道這個節目 然後因為就是很難多人在這裏罵保錡 所以 所以 就會 多了人看這個節目 其實我覺得OK好看的 挺舒服的 那個節目 就是 說在日本 這個九州這裏住下那裏住下 那 都OK推薦的 挺好看 我覺得 不好意思 Anyway 但是我覺得其實保錡是 其實我覺得MIRROR 不是ERROR 拆開四個去做其他的綜藝節目的 而且確是沒有那麼好看 ERROR是要四個人一起才比較好看 那 而且我要澄清一下 我要利申一下 我本來我不是不喜歡保錡 我喜歡保錡 但是 某程度上我喜歡早期的保錡多些 因為他現在有少少 不知 我不是那些很喜歡很正能量的人 超級正能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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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保錡就變成一個很超級正能量的人 我沒有以前那麼愛他 但是我也是很喜歡保錡 我也是很喜歡ERROR 這個新的ERROR節目 這個ERROR 死腳靠千萬巨蛋自作夢 就是 這個星期一開始 這集來說 我覺得 因為ERROR 每年都會出一個團鐘 有時一年有多過一個 例如去年 有些真的不太好看 因為其實 最初 ERROR 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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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他爆紅了 爆起了 大家都會認識他 亦都是我最初 認識ERROR 就是看花姐ERROR 花姐ERROR有2 還有 還有ERROR 自救TV ERROR 自肥企劃 這些都是ERROR的早期節目 而且 我覺得ERROR有今天的成績 而且當初的節目那麼好看 就是 因為是Mike 他也說了 他覺得很悶 他不想再拍ERROR 甚至是Mike 是在休息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現在不是在拍ViuTV 他不是在拍攝 因為 自從去年 Mike 無際限探險隊之後 Mike 就休息一下 他說了 我究竟有多愛 之前無際限探險隊 雖然 不關ERROR的事 但那個是 Mike 是有 我覺得他有個魔法觸感 他就 拍得 大部分人都很好看 那 現在這次這個show 渣奇的人 都是Mike 團隊 除了Mike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是他們 之前一路的show的 寫師 就是麥可輝 就是輝輝 那輝輝 他之前 就是很多 ERROR說的 很好笑的 在團中中說的 很好笑的 可能都是輝輝寫的 那 這次渣奇的 都是輝輝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對這次的節目 是都有 期望的 那 Mike 的團隊 都是 輕輕地賴我一下 還有 Ring Pea 那 Ring Pea 我知道他很努力 都去嘗試做 麥克 那個方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暫時缺乏了 那個 Magic Touch 因為我前陣子都看了 他 他戴 Yoyo 和另外兩個 不是那麼漂亮的女生 他的一個潜水節目 功力 的確 你會看到 他的構圖 是很想學 Mike 但是 那個 出到來的成果 就是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Mike 的 Magic Touch 但是 對於 輝輝的 期望又比較高 因為始終他之前 他是做 Writer 很多節目出到來的效果 或者對白 都是他寫的 所以 我對這個節目 有點 期待 而且我也覺得 因為 如果不關 輝輝的事 不關Mike 其實 ERROR 是有一些 不是那麼好看的 電視節目 例如去年 究竟在讀什麼 就是他們去台灣 大學 讀一些奇怪的科目 去經驗 那個 真的有點悶 沒有辦法發揮 ERROR的特質 你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有時候 甚至乎 ERROR 只是做 電視訪問的 都很好笑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說 要到節目的話 都很 依賴幕後的團隊 今次 輝輝 做 都負責他們 這樣 我就覺得 是 挺好的 他懂得 如何使用ERROR 如何發展 ERROR 的節目 上星期 看這個炮谷一周 的訪問 暫時 都看到 他們 有些集數 會做些什麼 其實 都挺好笑 接下來 會越來越好笑 但是 都是一貫 ViuTV的作風 其實每一集都比較短 還有可能都會有少少散 但是散 都還好 因為其實 那個 死腳膠 就是去年 他們那個 叫什麼 ERROR 暑期 自助業的時候 每個人有一個 一個 自肥 然後 保錡就說 想夾病 所以就出現了 這個叫做 Heavy Metal 的死腳膠 出來 所以 在這個節目裡面 他們去到日本的時候 他們的主線就是 以這個死腳膠的身份 就說 希望可以去日本 扮演一個 Rockstar 以Rockstar的身份 和日本的不同人 合作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然後 目標就是 去東京巨蛋 那裏表演 我覺得這個目標 也挺不可能的 而且 到今時今日 他們也沒有說出來 究竟到最後的結果 是怎樣的 要到他們的節目 最後的一集 才知道 究竟 他們究竟 在巨蛋前 Busking 還是怎樣 然後 他們就去 之前 他們已經去過米子 那次 跟米子那邊 那些 旅遊 部的人 開會 就是以 Deadfoot boy 的身份 其實也挺好笑 人家是 好像 順以為真 他們真的是 一個 Rockstar 他們是 一個 Heavy Metal 的 Band 這個 Anyway 甚至乎 原來那裏 那裏的人 是認為 我也覺得化妝 的阿Dee 英俊了很多 化妝 的阿Dee 真是很 我原本 也是很喜歡阿Dee Anyway 他們的主線 就是以 Deadfoot boy 死腳膠的身份 去日本 做一些 就是一個主線 以及看看 他們到最後 又沒有辦法 去到東京巨蛋表演 這就是一個主線 那副線 就是一些 做一些很 ERROR的事情 又說 如何可以 Rockstar 以及如何 可以取得 這個 Band的靈感 這樣 是好笑的 那 這個 節目的 結構 就是 有一個 小小的 可能 介紹一下 這集 做些什麼 然後 每一集都會出現 紅色的信封 或者綠色的信封 紅色的信封 就是會有精神 或肉體的傷害 綠色的信封 就是人速無害 那 例如 第一集 他們就有個 第一集 當然是出發去日本 那第一集 感覺上 比較短 他們就收到這個 紅色的信封 就是 要他們去這個 樂器店 買他們 樂隊的一些 樂器 然後 也說那個樂器店 是日本的 Rockstars 真的會去光顧的那間店 然後 遊戲就是 大家要買超過一萬日圓的東西 然後 誰可以買到最貴的呢 就可以得到 十萬日圓的全數補貼 他們的音樂 然後 之後 就 好像是 是不是193 贏了 好像是 但是 總之193 就買了一支BASS 然後 保錡就買了一個 結他 肥仔 就買了一個 木箱的鼓 阿Dee 就不知道買了什麼 眼鏡 阿Dee買了眼鏡 小遊戲 也挺好笑的 其實很多時候看ERROR 也不是很認真地看 他們那個主題是做什麼 是看他做那個主題的事情 然後覺得很好笑 然後 第二集 就是 他們去 就有肥仔和阿Dee 去打把刀 然後 去那個 叫什麼 我經常都很想去日本 去自己 打把刀 就是 燒鐵 然後打把刀 出來 然後 他們兩個 比賽 就學 怎樣打刀 然後比賽 就看哪一個 把刀好些 不好些 不好那把 就要 即場毀滅了 給那個 做刀的師傅 然後 然後 第二節就是 要扮 那些 日本街頭的 那些 醉酒 然後 看看又沒有人 會放下水給他 那樣 那樣 有點無聊 然後第三集 第三集 我覺得 有點震撼不到我 那個 因為 他們 又是以這個 Deadfootball的身份 去訪問 一個 日本的 metal 的 一位 結他手 叫做Mia 那我原本是不認識他 但是我昨天聽了他的 就是我昨天看完之後 然後 我上過 我先說 現在是星期四 我本來打算明天才錄的 但是 我明天有少少忙 所以我今天錄完 所以我還沒看星期四 星期五的集數 不過 到第三集的時候 他們就訪問了這個 真是一個 Rockstar Mia 她的組合挺好聽 我昨天上youtube聽 但無論如何 她是做很多 身體改變 例如 她 很 很 原來是有上新聞的 我知道 我再看 她是 曾經有傳聞 她說 切除了 她是 縮小了 2mm 做手術 然後 聞到 粉粉的 吃 然後 她又做了 耳骨的手術 變成 耳朵很妖精 然後 舌頭 就割了 做開叉舌 然後 牙就磨了 兩隻 牙齒 變成 鑽石牙 然後 還削骨 然後 削骨 然後 放在自己的吉他上 好像很可怕 真的很獵奇 我覺得她的尖牙是挺可愛的 但其他人我都覺得 很可怕 但是 挺有趣 那個人 然後 就 對 挺 所以這一集的主題就是 說一個 身體改變 當然 其實ERROR 四個都是沒有紋身的 那樣的 之後 鏡頭一轉 就去到 說 究竟有些什麼 就說 為什麼 身體改變 可以 配合到 這個 ROCKSTAR 的 所以 她就說 ROCKSTAR 首先要有紋身 193 其實之前 也有出過 一個 Post 去紋身 她就問了 她是找了 數碼暴龍 的 香港 漫畫 加 余先生 去幫她 設計了 數碼暴龍 的 圖 然後她就 紋了在前臂上 其實 超級好笑 她一直在紋身的時候 又怕痛 大叫 然後 然後 就飛回日本 然後 在 193 紋身的時候 阿Dee 因為是阿Dee和193一起去的 然後她就 大大聲 所以她就收到這個 紅色順風 就是要 紅色順風 然後 阿Dee和一個成員一起去紋身 然後 肥仔 就不肯 然後 保錡 就紋了一顆很小顆的 綠色心心 然後 我已經覺得很像 紋身 紋身 然後 終於阿Dee 是最離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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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她在自己的紙 她的手上有紙 然後 在紙的 旁邊 多聞三個點 三種顏色的 真是 一顆紙 這麼小的紙 紋身 然後就說 代表另外三位成員 所以她的手上 就是有一條直線 四點 然後她就 紋身 我覺得超離譜 然後 當然 那些好笑的 其實 很難覆述到 例如昨天 那一集 她們一直紋身的時候 在討論 她們的 餐廳倒閉 等等 營運不好 然後阿Dee就說 我都沒有什麼新聞 沒有什麼醜聞 那些 除了說 那個餐廳營運得不好 然後阿肥仔又說 我那人倒閉了 那就是這些事情 其實是看ERROR的交流 就會覺得 好笑 她就未必 好像是很堅定的 一些節目內容 令到 令到 這個節目好看 都是ERROR之間的成員 她們的火花 她們的化學 作用 令到這個節目 是非常之好看 但是 我當然 看下去 都好像之後 有些項目 可能會 就這樣 可能自己的項目 都很好笑 那就要繼續看下去 才知道 但是暫時來說 是非常之滿意的 是覺得好笑的 那 ERROR的存在 就是 被人帶來歡樂 所以 我會繼續看下去 如果看到尾 我會再 覺得好刺激的話 那當然 我也會再多說一集 但是 到時候才算 看完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東西分享的話 好 稍後回來 就說其他事情 回來 繼續 好了 首先謝謝 大家的課金 有個課金 我想你們的課金 都是 針對我的中年危機 而說的 我相信是 就是 有一個就說 不用怕 你越來越有情趣 是嗎 我覺得 至少 衣著上 我已經沒有以前 那麼有情趣 至少我很久很久沒有穿過黑絲 我自從沒有做空姐之後 我已經沒有穿過絲襪 可能我講的都會有情趣 我想我講的情趣的話題 比以前多了 因為現在有這個渠道 就是這個節目 讓我去說我的無謂 但是 但是 嗯 對 謝謝你 這個是不是讚美 來的 然後另外 有一個就說 我不會說你比以前漂亮 但肯定有吸引力 比以前 多謝 嗯 我想我漂亮 其實我應該是 我猜一下 但是我皮膚真的差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我是 過了30之後 好像是漂亮 比30前 這樣 吸引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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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啊 我都希望可以自己有多些吸引力 這樣 那 我也要好好發掘一下 我自己吸引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我待會兒才講關於這件事 因為 昨天也有些事情 就是令我 發人心情 不是發人心情 就是令我要 在這裡檢討自己 有些事情令我迷惘 但Anyway 我現在是星期四 我平時星期五才去錄這個節目 我剛剛就說明天有點忙 其實除了因為忙之外 我明天就做臉書 但是 禮拜日就要去旅行 然後禮拜日就飛了 例如 我已經沒了 這個 NASDAQ 有夢中的拍照 就是 那 été吧 那我去取景 那我禮拜天就要飛 但我 ACC 總之無端端病了,我現在不是很嚴重 我星期二就開始覺得有一點點的喉嚨痛 然後昨天就瘋狂打核刺 然後我今天就瘋狂流鼻水 所以有些擔心 我怕我的身體,如果我今天還去健身的話 我怕我的身體就去了建造肌肉 不然幫我快點治好我的傷風或感冒 但我覺得自己不是冷親 因為我其實都沒有覺得冷 因為我有穿褲子,因為我輕輕覺得涼 我也會披肩褲子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是冷親 但無緣無故有點病 我平時也不太介意 我不是很害怕那些人傳染病給我 但我昨天坐火車的時候 周圍的人是瘋狂瘋狂 好像瘋狂瘋狂瘋狂 好像瘋狂瘋狂 好像瘋狂瘋狂 然後我也有盡量離遠的人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去旅行的時候病 我去旅行的時候病 我去旅行的時候病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接下來是我們去高松 因為偏僻地方 所以我們全程都會駕駛 然後因為淡仔拿不及她的 因為淡仔去年年尾才效車牌 然後剛剛才拿到她的正式車牌 然後就拿不及她的國際牌 所以就會是我駕駛這樣 所以我真的不能生病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做完我所需要的事情 然後就好好休息 希望禮拜天去旅行的時候 就會在健康的狀態 其實真的有點擔心 因為明晚的拍攝 死了,劇頭 總之明晚的拍攝會濕身 所以你們現在聽的時間就會濕身 有一點點擔心 所以就要好好休息 希望快點不要生病 還有我等一下 我錄完這裡之後 因為我下個星期 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我回到香港 我正在拍攝東西 但是下個星期 我就沒有時間拍 所以我就想等一會再錄一節 下個星期就不會有現在講無謂話的這一節 下個星期就會說一部劇 即我等一會 下個星期那一集會說一部劇 我待會就要錄完它 我會很累 我怕你們會想念我 我怕我會想念你們 所以 怎樣都錄一節 下個星期就不會錄兩節 下個星期就不會錄兩節 但怎樣都會錄一節 所以我等一會 都要錄完它 錄完它之後 我就會好好睡覺 希望快點好回來 再說回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就拍新劇的第一集 都算順暢的 是拍得有少少來 拍到接近朝五點 因為其實如果之前拍新緣書 當然是我們的不才 所以沒辦法繼續拍 那個劇 還有令到老闆失望 我都非常慚愧 那 之前拍新緣書 只要大家 乖乖地 因為全部是對白戲 只要大家 好好記好一些對白 其實三點前就可以拍完 那 但這次我們就多了長數 多了動作戲 會多了不同的鏡頭 所以就拍得久一點 所以就拍得久一點 那 那就 對 那 嗯 都算順暢的 但是 老闆就這套劇 因為我覺得是經歷了上套劇 那 剛才剛才拍到第一集 所以還需要摸索 那 那 我說我的那個參考 呢 其實到最後 我不覺得我做得很像那個參考 因為說真的 給我的那個參考 又不會八婆八得那麼出面 就是 我那個 給我的那個參考 不是 其實說真的 給我的參考 我跟那個人 我就不可以說 我是熟悉那個人 那 以我的觀察 就好像 沒有八婆得那麼出面 如果他八婆得那麼出面 的話 就 大家一早看穿他 那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 我那個參考 就是 沒有我的角色 八婆得那麼出面 但是 我都有一個 哎呀 但是我到時候才可以告訴你們 有一個 我有一個小動作 我是 我是可以抄到的 但是除了一個小動作之外 其他東西 都是 都是沒有 其實都不算 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覺得我不算跟那個參考 那 嗯 嗯 節奏方面 都是有少少需要再摸索 就是 我也有因為 節奏的問題 而被 提醒 那 那 那 嗯 是啊 但是 我自己都自問 但是我覺得我自問 我處理這個角色 是 處理得 會比之前 要我做文青的 就是 始終 八婆 是一個 你人生總會遇到很多的 一個物種 文青來說 我就真的 說真的 現實接觸真是少 而且 我很不喜歡所有的文青 東西 雖然我覺得 我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每人年輕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冷文青的階段 我懶文青的階段 很早 我想是 十 六到二十歲 左右 但是 我很早已經 脫離了很文青的階段 所以 我 對 擔心得不好 但是 八婆 其實 因為我經常都很喜歡 假裝那些 八婆 說話 我經常會 有時候會遇到 很八婆的人 然後我就會 用她那個 很八婆的聲音 去複述 而且 因為 我是加州 加州很多 那些 很難八婆 那些 所以 我對於 我不知道 如果對鬼妹的八婆 我覺得 我的 或者那些 加州那些 沒有腦子 但是很 很懶惰的 那些 我覺得 那些 可能做得更加好 但是 現在就變成中文 我希望 可以 可以 做得好 那 那 就說回 剛剛說 那個 科金說 我有吸引力 謝謝你 首先 謝謝你 但是 這個 引來另一個 因為 昨天 我們就拍了 昨天星期三 我們就拍了短劇 老闆也說了 我們是在金尼羅 拍短劇 那 拍完短劇 那個短劇 拍完之後 都沒有太大問題 那 拍完之後 繼續吃東西 然後 老闆就 再給了一些提示 我們這樣 然後 老闆其實 都還是 認為 是需要 一個演員 是需要討好 就是 老闆就說 因為 演員應該是找到自己 討好的位置 然後 無論演什麼角色都好 都要 用到那個討好的位置 就是 他就 認為 在討好和好戲之間 如果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老闆會認為是要討好先 令我再陷入迷惘 怎樣做一個討好的老闆呢 我不敢問老闆這個問題 但是 我自己在想 究竟做老闆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討好一點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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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某程度上 如果大家 記得幾個星期之前 我講過 那套 日本女子摔角 那套戲 那套 什麼 惡 惡 惡 不知什麼 糟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 總之 那套 那個主角 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成為 摔角的正派角色 然後 他就 雖然 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個討好的 正派的角色 但是 他就決心成為一個 超級大反派 令到人討厭 至少都是 令到人討厭 被人看到自己 其實我有少少 進入了那個 那個 思維 那就是 例如今次的角色 是一個八婆 那我覺得 就是 就算 我覺得 我的角色 我自己本來 認為 或者以為 我要做得好 就是 我要做得那個角色 令到大家都很討厭我 那我就會覺得 我做那個角色 是做得成功 但是 聽到板球眼這樣說的時候 就是 我真的要做一個 很好的八婆 那究竟 怎樣可以做一個 很好的八婆 而且 老闆也說了一點 就是 究竟 做個角色 是不是需要每個 即是你說要好戲 是不是需要每一個 不同的戲 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你都要做一個不同的人 然後老闆就提出很多 一些其實都 很出色的演員 然後就說 他們 都是一些好演員 但是他們一輩子 都可能只是做 真是一個很單一的角色 那 不知道 即是我就搞到 我有些 迷惘 這方面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就很喜歡看 甚至我很喜歡 我經常都提起 那套劇 那套《Orphan Black》 一個女孩 她的主角 是一個人 演很多個 不同的角色 因為她在演的 全部都是她的 複製人 但是 全部都是不同的 然後 在我眼中 那些就是 非常之好戲 你明明是同一個人 但你很尤其 可以做到 你可以很尤其 做到很多不同的人 那就是我自己想像中的好戲 但是 好戲和討好之間 要選一邊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摸索不到 怎樣做一個討好的八婆 而且我真的 說真的 我真的到現在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討好位 在哪裏 我不是要你們去 去 安慰我 或者鼓勵我 但是 我就是不知道究竟 怎樣才是討好 還有怎樣討好一點 就是 就是 Evil 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 又昨天 聽完老闆說 一直聽著老闆說 一直思考到現在 我都沒有 解決到的問題 但是 當然 我不會期待 我自己24小時 就已經解決到 這麼厲害的 可能 都需要一些時間 去想一下 怎樣做一個 但是想怎樣做一個 很好的八婆 其實我之前想了一會 都沒有想到 所以 我不知道 我要再 去細心思索一下 如果你們可以 當然 如果 我不是要奉承說話 我不是要你們安慰我 但是如果你們可以 假如你們知道 或者看得出 覺得我的 討好位是甚麼 我都 都希望 你們不妨 給我意見 你不一定要課禁 你其他渠道 你甚至乎在Youtube 那裡 告訴我 我應該 我的討好位是甚麼 我都 我都 真是萬分感激 哈哈哈哈 這個是真是 真是 真是 很迷惘 這個是 我有求於你們 所以我沒有理由 叫你們 課金給我 告訴我 當然你們課金給我 我知道 我會更加 我都會非常之開心 我會非常之感激你們 但是只要 解決你們 看到 我應該 我的討好位是甚麼 那我就 希望你們可以告訴我 希望你們可以告訴我 多謝 你們 對 那 另外 就 那個 我其實 這個禮拜 《桃花島》還沒有聽 很忙 但是 我看到 他們的題 我又要獨立一下 我都很 都不只剩下很多集 可以讓我獨立 我只看到 一個題 就說叫錯我 X的名字 我覺得 這是死罪 我呢 其實試過一次 給我 X 掛媽 我 和X拍拖的時候 試過給我X的媽媽 叫錯過一次 當時有點傷心 但是 我知道她媽媽 是無心之實 而且她媽媽 真的很友善 然後 她媽媽 就很尷尬 就搞到我不好意思 那次 沒有生氣 有少少 受傷害 但是 她媽媽 她媽媽 一直以後來都對我很好 那 那個關係很好 所以 一個小小的 slip of the tongue 我沒有生氣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的另一半 叫錯名的話 我就真的會很生氣 我就很肯定 我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首先 我覺得 你會叫錯名 一定是兩個 兩個 relationship 很近 你才有機會 叫得到 錯對方的名字 那 我就 我小時候 可能是一個 relationship 接一個 relationship 但我長大之後 其實都可以隔開 拍拖 和拍拖之間 所以 其實都不會發生這件事 而且 我有一個很怪 很怪 我從小到大 其實我已經知道自己有這麼怪的 一個 一個 一件事 就是 我和一個人拍拖之後 基本上 我從此以後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會叫那個人的名字 例如我和譚仔拍拖 所以 我叫過她 我叫過她的名字 我叫過她的名字 召喚過她的次數 不多 過十次 甚至乎 我連 我連那些 叫對方BB 珠珠 那些都是不會的 那所以呢 是 不知為什麼 我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就是 我不會叫人的名字 就是拍拖之後 那所以呢 我基本上 叫錯人的名字 是零的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那個 叫人的名字 的習慣 我連叫BB 珠珠 那些都沒有 所以我沒有這個 這樣的習慣 所以就 是 我 我 我不會 我不會叫錯 我不會叫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可能叫錯 然後 有試過有人 是真的跟我說 他很怕叫錯名字 那時候就是 我那個 那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那個 我跟他 叫做 Take a break 的時候 然後 我都說過這個 很多次 總之我跟他 take a break 的時候 他就跟他那個 一起 跟他那個 一起 但是 我還記得 那時候 是 十月尾 當時是因為我的前輪到騷擾這位前輪到他很煩 我們倆就輕輕地跟他的前輪到一起 跟他的前輪到一起後 他在我生日十月時又找我和我吃飯 吃完飯後 我還記得是一乘的士送我回家 然後他跟我說他和他的前輪到一起 本來也很平靜 我又沒有什麼反應 我很冷靜、理智、很搖面子 所以我都沒有說什麼 但是他跟我說他和他的前輪一起 一樣很害怕的事 他怕自己化開口目叫我的名字 這就是他很擔心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到最後他有沒有叫錯過我的名字 但是總之到最後我們都是 是不是都靠了很久 糾纏了很久之後就分手了 這就是我糾纏很久的一個前輪 然後他竟然原來有個關心 他怕因為掛著我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真的很無聊 我覺得他有一點自己拿來 那時候當然不會這樣覺得 但是現在回看就會覺得他自己拿來 那時候就是他 他說要休息 他覺得 有點困擾 尤其是當時我嫂子 或者騷擾他的時候 他休息 然後我就完全消失了 我沒有找他 然後也沒有出現在他會見到我的地方 然後他就說 他那時候就說 他有一點怪我 為什麼我完全不找他 那我覺得 你說你要休息 那就休息 那當然我那時候是 又後悔為什麼我真的完全 有救他 完全不找他 那總之他就是 因為他就跟我說 他那個月就很掛著我 所以 但是又不知為什麼會和他一起 然後 掛著我 但是 對 然後就怕 不知道會不會花了 後悶叫我的名字 其實這件事也挺無契 對 就是這樣 我對於這件事也沒有什麼特別分享 那 對 那 這個星期就是這樣 我就要繼續錄下 下個星期的第一節 但是還是那句 不會有這一節 這次說自己無謂的一節 除非 我有想的 如果看一下到時候 下個禮拜 因為我都會是駕車的 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 我和淡靜會不會有些無聊的 單車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無聊的 單車的時候會不會有些無聊聊聊聊 這樣 然後播給大家看 看你們想不想看 就是看一下我駕車 有沒有興趣看我駕車 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要駕駛一些 HIGHWAY類型 即是一條直路的類型 我才可以聊天 或者可以實時 即是看我的真正生活 我不特別聊天 然後看我駕車 看看你們有沒有興趣看 有的話我就錄一些 好吧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HIGHPOP樂壇的時間 今天做一些很肚躁的事情 要溫習 要溫習 那麼肚躁的待用 配合一幅 很漂亮的風景 昨天就去了 大埔海濱 去大埔海濱 散了心 因為昨天派卷,派Mid Term的成績 因為接下來就要考試了 現在才學期尾,派Mid Term的卷 Mid Term內科其實我都頗擔心的 因為我寫錯了很多東西的 寫錯了很多東西,做錯了很多考試上的決定 例如我寫完長文題才回答AMC的時候 50題MC都頗多 我只是用了19分鐘來做 19分鐘做50題MC,我覺得 我最後的3題撞 但撞得來,3題中我剛剛一題就算贏了 50題中我剛剛有38題 算是滾過,大步驚過 那些問答題,長題目,病案題那些 我有些事情想不通 判錯了症,心知到大糞便了 因為反來覆去,判來判去 都是判錯了 但有些事情又寫對 有一題半題,答得OK高分 但很多題都沒有分 先生格外開恩 在職業考試的時候 這些病案題,如果你判錯了病 其他你答到天花龍鳳也好 都是不會有分的 都是明年請早 學校的老師就很好 我有些東西都寫對的 他又給我 大步驚過66分 66點幾分 略略高於班級的Main 我們班有兩個人不合格 唉,難怪我們班同學這麼懶惰 但是我們班有人90幾分 BCM沒有人90幾分 我們班同學都很聰明 有些人是聰明 對了,這麼枯燥的內容 是想做什麼呢? 這麼枯燥的內容就是 因為發現了 只是讀老師的PowerPoint 有時候不太入腦 走回去最原始最黃道那裡 就是回去讀文書 起碼文書不是要拿著背 是… 起碼也叫做… 走過一次 因為文書有很多東西 其實PowerPoint很多東西 都是文書抄出來的 但是呢 你要… 文書抄出來 但是你要… 你要… 在文書上真的看一次 才會進入腦 對啦 那麼… 除此之外呢 就是… 老師很多題目呢 其實在文書中的孤穴 那裡都會出的 它也不會出得很困難 但是呢 它是沒有的孤穴的位置來的 所以呢 你要把文書讀至滾瓜難熟才行 你不是… 你不是… 透過你做筆記 … 簡化了這個表去得那個表 那些布紙是必要的 在你記憶的過程入面 當然是很需要這樣做 但是你不可以只這樣做 你只這樣做是未夠的 Go through Textbook 一次 其實這本 Textbook 都頗特別 這本 Textbook 是北京的一個版本 北京的一個版本 北京的一個版本 它是人民衛生出版社 即是黃色這一個版本 黃色這一個版本其實頗高質 但是職業史沒有採納 可能它有些概念 對於要求職業史的人來說 都是有些新穎的 在讀這個較少人用的版本裡 其實都能學到東西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花點時間去拜讀這個版本 今天的節目內容就是圍繞著這件事 就是讀書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讀 好 昨天我在圖書本已經讀了 讀書本的範圖範圍 範圍範圍範圍的其中第一個病 即是一段之後第一個病 就是血症 然後就是剛剛才教的腹痛病 讀了一次 缺診症 缺診症就是那些人暈倒 是暈倒 但是你排除了那些… 糟了我都忘了 不如一邊讀一邊說吧 昨天老師好像耀眾心腸講 你們很簡單的課程 你不要說我們考到洞洞洞 我們以前在大陸讀書的時候 當然不是本科或者現在考牌的程度 是讀博士的時候 入學考試 坐幾十小時火車在四川去上海考 你會不會出題目出到後面的注釋 後面那些文獻摘要出文理這些東西 你現在都是在結語裏出 也不是很過份 有些重點會在結語裏出現 除了要記屬正型戰法方法外 其他細節都要記屬正 這樣就… 決證 即是說人們暈倒 有沒有說… 新版的教材很好 決證即是暈缺 西醫學的診斷是休克中暑、低血糖昏迷 以及精神、神經性疾病等出現缺症的表現 即是突然暈倒 缺症是由陰陽失調、氣肌溢亂所引起 以突然暈倒、不省人時四肢缺症為主要表現的一種病症 輕者分缺時間短、清醒、後母、偏坦、失語、口角、歪斜等後遺症 重者則可一缺不省而死亡 這也是重點來的 對比 輕者分缺時間短、清醒、後母、偏坦 即是排除了中風 失語、口角、歪斜 偏坦、失語、口角、歪斜等於中風所鑑別 這就是定義 定義是一個很簡短的診斷原則 有一個病的病一病肌 即是為何會病 病一病肌的意思就是 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會病 還有這個病有什麼主要的症狀 這個病到底是人進入了什麼狀態 就叫做主症 或者多數有這個病的人都有些什麼 也有一點點鑑別診斷 排除了中風那種分缺 有關缺症的記載 其實這段是很有價值的 由內經開始 數問、內經、金貴要略、漁門是親 一直講古人如何理解這個病 由最遠古的內經開始講到 唐宋賢明清如何理解這個病 這段是很值得讀的 但是不考的 有一個重點就是 氣、血、痰、食、雪、酒、回 酒即是喝酒喝到斷片 回即是回蟲 以前有很多寄生蟲 寄生蟲也會引起分缺 回缺特別有種藥叫烏梅軟 缺症是一個症候 可見於多種疾病 有幾個意思 缺症除了自己讀病之外 還有其他病的症候 就是剛才讀過的那個 西診斷休克、中暑、低血糖昏迷 以及神經性疾病 精神神經性疾病 均可參照本篇內容進行辨證論誌 病因病機 病因病機是中醫特有的詞 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人為何會病 為何會病呢 分為原因和近因 原因是比較原始的原因 例如是會暈倒 暈倒是會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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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雨會暈倒 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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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水液就叫痰痰 不正常的痰痰 痰痰 痰 病因 病機是甚麼呢 病機如果讀過歷史的話 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原因和近因 即是那個觸發點是甚麼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觸發點是塞拉耶佛事件 奧空帝國的匪迪蘭大公去了塞爾維亞去訪問 被塞爾維亞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找一支白朗寧手槍堆壞了 引發了這個重大的外交事件 由於各國的軍備競賽之下 局勢就迅速升溫了 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類似這樣 那個廢特蘭大公的事件 塞爾維亞佛事件就是他的觸發點 剛才說的那個基里 都還未說完 他觸發了重大的外交事件 在那個時候各國都軍備競賽 很多秘密結盟的狀況下 原本只是俄國塞爾維亞一邊的陣營 斯拉夫的陣營 對著奧空帝國加上德國的陣營 這個本來只是塞爾維亞和奧空帝國之間的事 由於大國之間的競爭 迅速升溫 那個發病的機制就是秘密協議 你拘捕俄國下水 即是拘捕英國和法國下水 那你一曬馬 一說要打仗的時候 德國就開始動員 就開始打了 德國一動員 他沒有第二個選擇 他一定要先打法國 他一定要在六個星期之內搞定法國再堆壞俄國 這是唯一的生路 幾十年制定的計劃就是怎樣六個星期之內搞定法國 於是一個局部的衝突 只是一宗政治的刺殺案 火上加油之下就變成第一世界大戰 這個就叫做發病的機制 這件事的病機 缺症的病因有些甚麼呢 第一世界大戰 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 各國的殖民地爭斷 有矛盾 軍備競賽這些原因 缺症這個病有些甚麼是原因呢 從頭開始說 缺症是由於愛感內傷所引起的氣機 斷升降失常 陰陽義氣不相接 這是內經的說話 陰陽義氣不相接所引致的 好像政治上準成這樣說 缺…政治保會 缺篇說 人身氣血貫注經脈 刻刻流行 綿綿不絕 凡一宙夜 當五十凝於身 或外因六淫 內因七情 氣血痰食 皆能阻揭運行之機 致陰陽義氣不相接觸 而缺作言 有些甚麼原因導致陰陽義氣不相接? 剛才都講得挺多的 第一樣是七情內傷 七情內傷是起肌疫為病 七情內傷是… 人是有七情六獄的 人有七情的 喜怒哀思、悲熱孔驚 幸好還記得 人是有的 但太過了 太過了 會阻礙了氣肌的流動 故為氣疫 以恩怒而缺者多 是呀 即是開心到暈… 對不起 憤怒到暈 若所怨不遂 乾氣屈結 乾氣常逆或大怒 而氣血並走於上等 以至陰陽氣不相接而發為缺 此外若其人評數精神衰弱 遇外界的突然刺激 如見死屍、問對響或鮮血噴湧等 亦可發為缺症 就好拍電視劇 看到蟑螂、死屍、恐怖片 受到刺激都會發為缺症 可能跟腎也有關係 第二 魚血阻滯 魚血阻滯如何令到暈倒呢? 血腫痛於心、化身於皮 藏壽於肝、酸暴於肺 藏壽於肝、酸暴於肺 師亦蝕於神 和五臟也有關係 寫得很好 這段 五臟功人障礙、氣機運行失常 多人導致魚血內生 魚血內阻,閉阻經絡 魚塞心竅,使形為不通 家之情治刺激,陰陽氣血不能相接 而成缺症 這裡是症候分析那裏要 多讀一次 魚血內阻,閉阻經絡 魚塞心竅 嘩,怎麼說呢? 再說一次 魚血內阻,閉阻經絡 魚塞心竅 魚血在哪裏出現? 魚血可以在很多地方出現 但主要是在蜜出現 經蜜出現 經蜜出現 經蜜是甚麼? 蜜為血之苦 血是注在蜜裏面 所以如果血不走 蜜裏面 就會阻塞經絡 魚塞了甚麼呢? 經蜜通於心 心竅都被他塞了 凝慰不通 加之情治刺激 陰陽氣血不能相接 總是透到那裏 氣肌失常 氣肌亦亂 陰陽意氣不相接 即為魚血所致 乳血 乳血 然陰陽相博 氣血不能定義成 即為魚血所致 血而然 痰斜內服 第三是痰斜內服 多見於形性器藥之人 試食酒落肥甘 脾胃受傷 混化失常 以致醉濕生痰 痰阻中招 氣肌不離 如如腦怒氣逆 談除氣聲 清陽鼻阻 則可發分拳 好幾乎 形性器藥 中醫說肥人多淡 因為肥就是 你的瘡液混化不了 瘡液混化不了 變成了病理上的痰 痰瘡瘡瘡瘡瘡 痰瘡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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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瘡 痰瘡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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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瘡 認性器藥 其實邏輯不夠夠 剛才說得很壞 先消化一下 繼續 亡血失進 如因大汗吐下 氣除易舌 或因創傷出脫 或產後大量失血等 以至於氣除血脫 讓除陰消 神明無主 君可出現缺症 飲食奴卷 元氣素虛者 如過度飢餓 或過度疲勞或睡眠不足 陰陽氣血暗號 以至中氣不足 腦海失氧 或因步飲步食 飲食停於空格 上下不通 陰陽升降受阻 不可引起分缺 外邪侵擇 感受陸人或畏族的邪氣 使氣機逆亂 陰陽之氣不相接 經常扣回病機 主要的病機是陰陽氣機逆亂 陰陽熱氣不相接 即可發為分缺 即送民妙次論 邪客於手足 笑音太音 足陽明之樂 五樂驅傑 令人身墨皆動 而莫以形無之也 其狀愈思 若思缺 錄陰智缺 其中以中寒中暑比較多見 即是低溫症 剛才說的 即是低溫症 中暑 中暑之缺 多發於炎寒之時或高寒地區 中暑之缺 多發於酷暑季節 多發於深入礦井之內等 那些沼氣 其實沼氣很溫毒 沼氣死了很多人 大家都類有所聞 還有很多原因 劇烈疼痛 劇烈的疼痛都會引起缺症 疼痛傷氣 並可導致氣肌溢亂 而率然昏迫 與宿問舉痛倫藥 寒氣客於五臟 血液蝕 陰氣揭 陽氣未入 孤率然痛死不知忍 反氣反覆則深矣 氣伏反則深矣 錯了 回來便沒事了 臨床上除了寒邪 疼痛引致缺愛 創傷氣滯 血與疼痛 亦會引起氣肌溢亂 而發生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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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症 病因雖然多 但基本的病基 病基 即是勤癮 發病基理機制是甚麼 為氣肌溢亂 血症 缺之實症與肝的關係最密切 病危 相關狀苦 周學海獨醫除不藥 犯狀苦十二經之氣化 皆必隻肝膽之氣化 以鼓舞 此能調唱而不定 犯病之氣結 血症 痰癮 腹腫 鼓障 敬缺 皆肝之不能舒暢所致也 一句真是抄下 十二狀苦犯 狀苦十二經之氣化 皆必借肝膽之氣化以鼓舞 此能調唱而不定 可見肝鬱 俗之全身之氣解鬱 乾氣液 則全身之氣解鬱 喺氣液 喺血並走於上 則昏迷不知癮 陰屈不達 則四知缺冷 缺之虛症與肺皮的相關 罪為密切 蓋肺脾氣虛 清陽不升 氣陷於下 血生於上 血罪 血不上達 以致神明失主 而發為缺證 血液 診斷 診斷 發病前常有鮮兆症狀 如頭暈心貴 視力模糊 臉色蒼白 出汗 以後突然之間發生昏撲 不知人事 疑時甦醒 發病時常伴有嘔心 看出或伴有四肢血冷 醒後感頭暈 皮膚、口乾 但沒有失語 偏坦等後遺症 緩解時如常人 發病前常有明顯的情治刺激 患有大量失血病史 大失血病史 或有暴飲暴食病史 或有痰性縮疾 應了解 既往有沒有類似的病症發生過 注意詢問發作的體位 持續的時間 和缺之前後的表現 發病時有明顯的情治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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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大失血史 或有暴飲史 或有痰性縮疾 應該了解過往有沒有類似的病症發生 注意詢問發作的具體體位 持續時間 以及缺之前或缺後 接著有些細醫 血生化指標 第三是細醫檢查 血壓測量 度血壓 腦電圖 腦肝有發電 甚麼是 腦電圖 心電圖 腦腦CT MRI 等檢查有幫助 剛剛讀了化驗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病可以和甚麼鑑別診斷 當然是檢症 發揚釣 上先天 上有先天的因素 有頭部外傷史 簡正有這些 頭部外傷史有先天因素 以青少年為多 簡之重者 亦為突然 昏迫不知人事 發作時間短暫 發作時順半有 喉叫 抽搐 口套延沒 兩眼上視 小便失禁等 經常發作 每次症狀均類似 鬆醒後解如常癮 但缺症沒有 缺症沒有 缺症呢 所以就 呃 沒有畫他上 沒有畫他上 好 還可以和甚麼比較呢 中風 病以中老年人見多 數有肝陽抗性史 中撞苦者突然昏迫 並有 口角歪斜 偏坦失禁 神昏時間較長 鬆醒後有癱瘓 大鑼一點 鬆醒後有癱瘓 失禁等後遺症 昏迫 昏迫 為多種疾病 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危重症口 一般來說 發生較為緩慢 經常伴有緣發病的存在 有昏迫前的臨床過程 先輕後重 又煩躁 事碎 尖與 漸刺發展 一旦昏迷後 持續時間較長 恢復比較難 鬆醒後原發病 仍然存在 其實要檢查到我 想檢查到我 確實有點難 檢查到這個 檢查到它 檢查到 檢查到這個 檢查到檢查到檢查到檢查感 先不講太多 先休息一下 有點口乾 還會 好 繼續 決症 決症的診斷 轉到檢查 診斷已經講了 接著就是要辯證 診斷了是缺症這個病 在這麼多個病入面診斷了是一個缺症的病 然後就要診斷在這個病人所患的是 缺症這個病入面的哪一種狀態下產生的缺症 即是屬於哪一個症 辯證有什麼要注意呢? 首要是辯病因 因為缺症的發生常有明顯可塵的病因 如氣缺虛症 多平素體虛 體質虛弱 過度疲勞睡眠不足 肌餓受寒等有因 血缺虛症則與失血有關 常計發於大出血之症 氣缺血缺實症 多體虛狀 多體虛狀實 而發作多與精神刺激密切相關 氣缺血缺 痰缺耗發於試食肥金 體風濕性之癮 食缺血缺發於暴飲之後 酒缺發生於暴飲之後 要問病史 要問原因 數缺血缺多在下季九暴烈日或高溫作業之時出現 顧了解病史 刷明病因 有在於辯清症候 先變了病因 有些病就先變了虛實 但缺這個病要先記住 先變了病因 缺症未就先變了病因 一般實症的表現為分厥而氣雍色粗 喉姦譚明牙關緊閉 雙拳握鼓 勿多尋實或尋覆 虛症表現為分厥而氣色微弱 面色蒼白張口致汗 呼冷之量 小便致懷患會大尿 密尋而細微 病因才變虛實 先後次序 治療原則 治療原則 缺症乃危急之後 當及時救治 蘇醒回缺為首要治療原則 具體治療原則 具體治療原則 當變虛實之不同 實症理氣活血話談 適慰而開竅醒神 開竅法是救治缺症的首要治療 適用於邪實閉竅之神分症 以新鄉酒症的藥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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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通過開竊氣屈痰閉 匹慰化俗通利氣機 而達到蘇醒神志的目的 本病是治標之法 本法是治標之法 蘇醒後按照具體的病症 變症治療 虛症 益氣回揚救易固脫 适用於元氣窺虛 氣除血脫 凈結氣脫之神分症 通過回揚益氣固脫 防止氣血遵疫外洩 對於失血過急過多者,還應配合止血輸血,以還其矮 由於氣血虧虛,不可網頭新香開竅之品,防止瓶氣盡一步耗散 分形論字,第一個是氣缺,這個分得很容易的技,名字是氣缺,血缺,談,談缺,食缺,鼠缺,氣血談食鼠 氣血談食鼠,氣缺和血缺都分實症和虛症,只是這麼多 即是說氣血談食鼠,五個症,在氣缺和血缺之下,一個是實症一個是虛症,多多兩個症,即是七個症 其實那些已經少了很多東西記了,因為其他症都是四個字的證名,四個字很容易會記錯 先說說氣缺的實症,氣缺的實症還記不記得有什麼方法? 氣缺的實症,氣缺的實症,我記得好像是五百五磨飲子 氣缺的實症還記不記得有什麼主症? 氣缺的實症,突然間分倒,人事不知,牙關緊閉,雙手握拳,呼吸急速 肩刺症,劃見四肢缺冷,發作時情緒不安,劃,悶悶不落,氣屈不落 屈悶悶不落,劃覺空前,堵悶四肢麻木,涉象,涉胎薄白,墨象,復活尋緣 分析了,分析以上病症 又思屈怒,情治相激,肝失調達,屈門不輸,思則氣結,怒則氣上 氣機易亂,上翁深空,故見空門,阻塞清竅,心神不靈,因而突然分倒,不死人事 口感不開,雙手握拳,肝氣上翼,屈閉空中,肺氣不得宣暢,則呼吸急速 肝氣上翼,跟肝有相關 屈閉空中,肺氣不得宣暢,氣閉於內,陽氣不能外達,則之體麻木,四肢缺難 屈閉空為陽氣,閉屈閉於內,沉緣為肝氣屈閉,即是說歐脈 五吻吻子,木沉漢,木沉香,檳浪厚,即實相,方中沉香,烏藥,降氣調肝,檳浪即實木香 木沉香,木沉香,咦? 五吻吻子,烏藥的嗎? 屈閉空中,是不是記錯了? 我出風哥錯了嗎? 烏藥的嗎? 烏玭 烏玉 若即實相 有烏弱的不要記錯 沒有口泊的烏弱 亦可加入白豆扣彈香復香之旅 以理氣開吻 若乾陽上抗 正見頭還兒童 心煩意怒 可加入歐藤菊花石缺明 磁石等以平肝潛陽 若蘇醒後食慾不振 可加腹靈白術健脾離濕 若醒後悲痛欲哭 惹哭笑無常 睡眠不靈 可加腹臣軟致昌浦祖人生某禮等藥 以安臣定志 而 或用金蜜大早湯 如血兩血醬滿 喜 痰食 加屈甘香腐 疏理肝氣 白灼養血油肝 若痰聲陸陸痰多氣雍者 可加膽聲背母骨紅 足力等藥以滴痰清熱 精神刺激 常可導致本症反復發作 平素可復逍遭散 柴湖疏肝散等以調和乾皮 理肝氣解屈 防止復發 氣缺的虛症 都是頭暈目緣 都是突然分破 突然分破就放在第三 頭暈目緣先 心方氣短 突然分破 肩刺症 剛才那三個是主症 呼吸微藥 臉色蒼白 看出之冷 或小便智慧 泄質淡 胎薄白 沉蜜漿 沉細微 由於素體虛弱 氣血不充 福恩 悲恐或疲勞過度 或暫立過狗 悲氣 悲則氣消 孔則氣下 勞則氣好 一時忠氣下陷 聲揚不清 清陽不升 氣機不順接 而 緣 魂 昏 昏 勳 忠氣不足 則氣息低微 心方氣短 氣陷於下 血不上達 則面色 蒼白 小便智慧 氣陷於下 血不上達 則面色蒼白 小便智慧 陽氣虛衰 不能舒暴於愛 則見智難不溫 氣虛則臭理不固 尽涼外洩 尽涼外洩 則汗出不止 尽涼外洩 勿沉 細微 均為靜氣不足的表現 氣虛則臭理不固 尽涼外洩 看出不止 小便智慧 荒用四味回洋飲 自發 憶氣回洋 荒用四味回洋飲 荒中以人心大補元氣 父子炮薑回洋救疫 尽涼外洩 金草和中 有心腹湯 荒用 若表虛治汗 可加王臍白術 以益氣互表 漢出不止者 加龍骨段貌麗浮小麥 以故攝念汗 若小食辣嘎 可及白術 復靈 陳皮半下等 以健皮化濕和畏 若心方氣暖 心貴不靈 及白卓當歸 孫祖仁等 養心安神 復神遠至生某位 以安神定治 另有在排尿時發生雲訣 亦為棄虛所致 逢土丹 逢土丹 槍袍伴夏 生祖仁 逢土丹 槍袍伴夏 生祖仁 本證亦有反復法作者 因此平時必須注意調養 我經常服用香沙陸君子丸 心靈白術丸 保中益氣丸等 健皮益氣之品 以調理氣血增強體質 物過度 調情之亦是防止復發的重要環節 血缺 血缺 血缺有實症有虛症 主症 突然分倒不省人事 牙關緊閉 是 堅持症 症後 頭昏頭痛 平時急躁熱腦 口苦臉赤 頭暈 髒痛 氣機上翼 血象是血質紅 胎薄黃 蜜象是圓蜜 分析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肝為豐木之狀 其聖剛 主聲主動 暴怒相干 怒則棄上 棄機逆亂 血除棄聲 並走於上擾亂神明 閉塞清竅 因而突發分決不省人事 這段值得再讀 肝為豐木之狀 其聖剛 主聲主動 暴怒相干 怒則棄上 棄機逆亂 血除棄聲 並走於上擾亂神明 閉塞清竅 因而突發分決不省人事 面赤唇指 頭昏頭痛 默然 皆是 氣力尚喘 血軟於上 血軟於上 的表現 平時急躁異道 口虎面赤 頭昏脹痛 血質紅 胎薄黃 乃肝氣失於調達 肝陽上抗之表現 是肝陽上 血軟於肝淡 血血血血 血血 血血 血血與肝血血 bank 血血 血血混血量貝 血血經濟通乎封以當歸美 紅花 三渣 活血散魚 活血散魚 理器开屈 扎舍利湿降众 若干羊抗盛 头云头痛者 可加勾藤 菊花 珍珠墓等 平干潜阳 加白灼 久几子 生地以欲阴 加牛膝 下行 白灼 久几生地 若急躁 异怒 小味多梦 可加勾藤 石缺名 龙胆草 丹皮等 平干涉热 加屈甘 薄荷 疏干里气 祖人 孙祖人 软智等 养心安散 若此症反复发作 以致气血难以平和 也可一缺不醒 忠诚危责 另有心痛咒法 四肢溢冷 浇而分缺者 可先用素合香苑灌服 以开闭塞之销 缓解后可按心痛辨证治疗 如果说它是一个急心痛病 它有分缺症候 我和苏合一样观伏 虚症 心跪 血缺的虚症 血缺的虚症 心跪头云或眼前发黑 不分缺无知 无不分缺无知 还有刺症 面色瘮白 口唇不华 木合口张 自汗呼冷 气息低微 四肢战缺 涉象 涉質淡 胎薄白 蜜象 孝滑 細索無力 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平素氣血虧虛 如因外傷失血或崩漏不止 或其他疾病引起出血 則陰血更虛 血虛不能上乘 則心跪 頭暈 眼前發黑 至清竅失養 分決法作 血脈不充 則面色蒼白 口唇無話 陰血內須 陽氣亦須 正氣不顧 因而目瞞口章 正氣不顧 目瞞口章 自汗呼冷 氣息低微 氣血不能上達於四肢 根失所養 血虛生風 故見四肢震動 涉則淡 目瞞 細索無力 乃是血虛的表現 陰血虛的表現 自發 憶氣養血 放藥 今用獨心湯灌服 繼用人心養榮湯 放中人心黃旗 憶氣故涉 白術服人甘草見皮和中 當歸熟地養血 白術服人甘草見音 欲慰溫揚 軟治安神定治 陳皮理中招戲機 使寶兒不仔 薑草調和豬藥 若出血不止 當卓加紫血藥 崩漏的可以加善草根 單皮 側拍葉 沖淫虛寒 加炮薑 艾葉 落血吐血 加白琴 鮮殼草 白毛根 外傷出血者 加三七 若見自汗身冷 呼吸微弱者 加父子乾薑 等溫揚之品 深貴不眠者 加龍眼酸祖人 柏子仁等 養心安神 若口肝 小瓶 加墨冬 石俠 北沙心等 養為生瓶 有漢結血跡後 跡角頭暈 木圓 深方 站立不穩 四肢冷 汗出 發生分血 亦為氣血兩虛 可參照本症進行治療 有些人見血就會暈 見血就會暈 都是血缺的虛症 第三樣就是痰缺 痰缺主症 圓魂或咳嗽氣急突然分血 譚中 後中譚明 還有刺症 刺症 刺症就是胸門納帶 或嘔吐延末 呼吸氣粗 涉象 涉胎白利 墨象平滑 由於平素 飲食不折 或咳嗽之人 疲滅俱傷 譚穿淡俱難 濕俱內穩 濕俱內聚 攤邪內穩 復恩怒怒惺 拔怒惺 氣螺 滑外感六寒之邪 引動譚邪 善除氣聲 尚避心笑 故得然 圓魂分訣亟 谈左气度 谈左气度谈气相激 故以后终谈鸣呼吸气粗 谈斜上犯则嘔吐延门 谈逐左滞气激不利则胸门 肺塞酸降则咳喘气急 谈湿困皮皮塞见运则纳带 谈逐中左青阳不声则圆魂 舌苔白利莫沉滑 温违谈逐内左之征壮 谈缺的字法是什么呢? 行气缺谈 方若就是道谈湯加減 方宗半下胆流星 躁湿化痰 陈皮里气躁湿和中化痰 福灵甚至即实下气降溢 若谈气雍性咳喘者加杏仁白戒指降气化痰 鱼桑和苏尚情咳 при止 温投浑甚至天麻 食肉不振 加白朔健脾 凶暢加苏梗擠梗 疏理气基 如有外感表证 卓家、京界、博学、金文化、廉桥等疏风解表 若谭俗内左,屈而化热,正见口干便秘,涉胎黄利,默滑索者,可加全瓜衣,黄神,枝子,竹鱼等,清化谭义之品,或用蒙石滚谭丸以滑谭清热降火 蒙石滚谭丸有什么?说出来 蒙石滚谭丸,蒙石滚谭丸,有蒙石呀,沉香呀,好像陈平沙人,忘记了,蒙石滚谭丸有什么? 沉香啊,料 蒙石滚谭丸,黄石沉香 大黄芒萧黄琴 好 因為要外出了 所以先讀了這麼多 這段都對我挺震撼的 因為很難記的 年紀也大 沒辦法 但要出去了 感謝大家收看和收聽 多謝大家欣賞我的外區 這部CB48 沒甚麼節目展示出來 也有 這張拍得好 因為天氣好 多謝大家收看和收聽 祝大家有個月聯快樂週末 再見